其實確實像是在高雄騎經哈馬興 也因為年度的大潮 其實今天早上你看到都在淹水 而且這積水其實比前一天還要深 淹到了成人的小腿肚 甚至在騎經渡輪站 對面有一個電動車行 因為離電池自然引發了悶騷 消防隊員只能站在水裡滅火 大潮將向颱風影響 高雄騎經地區三十一號凌晨開始淹水 渡輪站一帶水淹小腿肚 對面車行都已經泡在水裡了 卻還冒出陣陣白煙 消防隊用電鋸破壞鐵門進入灌救 只見電離竄出火車 還有三臺自行車受到波及 消防隊員說站在水中滅火 這樣的經驗還是第一次 同樣竄出火苗的 還有這間彩券行的這個茶頭 農曆十六海水倒灌 加上颱風影響 其經地挖地區道路成小河 從渡輪站出來的機車 冒險涉水的不少都拋錨 吊洽的還有這台公車怎麼發都發不動 車上乘客只能一一下車 其今菜市場裡淹了滿滿的水 碳商生意也沒辦法做了 銀行一開門 行員就忙著架起水閘門 把積水往銀行外到 ATM都因為進水一目亮起暫停服務 其境海水倒灌居民說三十一號情況比前一天還要嚴重 而在古山哈馬津地區也同樣出現海水淹上路面情況 從監視器可以看到七點多時海水越淹越高 一度淹滿整條馬路 已經影響到鄰近地區居民生活 記者綜合報導 字幕後悔 字幕後悔